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AWS的课程 今天是第29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课程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坐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Loot53解析我的Web服务 对 从今天这期开始 咱们就要活用Loot53的DNS服务 来解析咱们的Web服务器 该怎么做 马上开始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使用Loot53解析我的Web服务 其实它不仅能解析Web服务 还能解析CDN 还能解析ELB 这个放在今后课程 我会一一给大家讲解 那么今天干什么 咱们大家往下看 采用一个简单路由的策略 来解析咱们的Web服务器 是这样 Loot53给咱们提供了很多的路由策略 今天我给您采用最简单的简单路由策略 好 这个地方你给您写出来 简单路由策略 它就是给定一个域名 然后给定IP 然后进行绑定 路由的内容非常的简单 咱们由简入繁 一点点开始做 然后下面这个网址 大家请看 这个网址 列出了Loot53所有的路由策略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给您访问一下 好 这个是我的小小的官网 好 大家请看 在这个网址下 给咱们提供的这几个策略 简单路由故障转移 故障转移 我在后面的课程中会大家介绍 包括地理位置 比如说在美国 那么它会给您路由到美国最近的服务器 您在澳洲 给您路由到澳洲最近的服务器 非常好 然后延迟策略 多值应答 加全路由 比如您做蓝绿测试 蓝绿部署 对吧 一般都用加全路由 对吧 今后我有机会 会在专门的Loot53课程中 给大家每一个路由都介绍一下 好不好 OK 咱们回到自己的课件 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咱们就要演示一下 上期我申请这个域名 看看能不能用 首先通过这个递个命令 咱们访问一下 是这样 您如果在域名注册商 注册完域名之后 其实不能马上生效 您可能需要设置一个NS名字服务器之后 估计过上这么12个小时 最多72个小时才能够生效 为什么 因为域名服务器 它是需要全球服务器同步的 对不对 好 那咱们就试试 看看我这个深学AWS.ml 是否生效 我采用的是Google DNS服务器 咱们看一下 好 咱们在终端下 直接签这个第一个命令 然后一回撤 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 确实看到了 引用的是AWS的DNS的解析服务器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现在 已经可以在路途53中 使用这个域名了 好不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 我清个屏 该怎么使用 那咱们就一点点的做 今天我给您设置的DNS解析 其实有两个步骤 第一 启动一下咱们的Web服务器 咱已经建了很多台了 对不对 然后设置一下域名的解析 咱们马上开始 好 咱们回到咱们的AWS的管理控制台 然后咱们输入服务 EC2 咱们先需要启动一台Web服务器 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给您提前准备好了两台Web服务器 对不对 给您做负载军航的时候使用 今天咱们随便启动一台都可以 咱们就启动Web1就算了 选择启动 启动完之后 它会给咱一个公有IP 对吧 一会咱们就在DNS中 去解析这个公有IP 好 我把这个X关掉 它的Message总是给咱们报一个 挺大的Message 特别不好 好 咱们刷新 看看是否已经启动起来 应该会很快 还没启动起来 再等一会 现在是在带处理 但是IP已经分配给咱了 咱们再刷新一下 好 正在运行 那么咱们通过这个IP访问一下 看看能不能看到咱们的服务 我前几期给您做了Docker服务吗 还看不到 那就稍微再等一会 再刷新 OK 再试一下 OK 大家请看 咱们外国服务器已经起来 对吧 但是呢 只能够通过IP地址的方式 进行访问 那么接下来 我就给您设域名解析 该怎么做 搜索服务地方 咱们搜索Loot53出来之后 这个叫53也行 叫53也行 无所谓 像我就叫80端口 对吧 一般叫80端口 也是一样的 好 咱们选择托管区域 目前咱们只有一个区域 是这样 您如果注册区的话 如果使用Loot53服务 每个月是稍微找您收点点费用 好 咱们点击 这是Amazon找您收 不是小马找您收 然后咱们进入托管区域之后 咱们点击创建记录 好 大家请看 默认的路由策略都在这 咱们选择简单路由 然后超时给300秒 没有问题 然后这地方是 咱们路由记录很多 比如说邮件服务器等等 咱们就选择A记录 好不好 然后在这地方 敲上咱们刚才的 Web服务器的IP 然后选择创建记录 好 创建成功搭情 在这位置出现了 对吧 这个是咱们刚刚创建 DNS解析的服务 对吧 那么咱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域名 进行访问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呢 它创建了 我不跟您说了吗 它创建完一个DNS服务 如果全球都通用的话 是需要有一段的等待时间的 那么咱们应该等待一会 好不好 咱们先试一下 如果现在能访问是最好 如果不能访问的话 咱们就等待一会 我东京区应该快 试一下 大家请看 马上就成功了 咱们再开个新的browser 好不好 在这个地方 咱们再试一下 大家请看 通过我的域名 马上就能够解析到 咱们webserver里面的内容 对吧 是非常方便的功能 但是呢 如果 因为现在我是在东京区 我在日本区 如果您要是在澳洲区 可能您需要 等待个 两三小时 最多12小时 对吧 您才能够通过这个域名 解析到小码 出现这个 Hello 好不好 OK 这个呢 就是简单的域名设置的方法 但是 我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请看 我呢 现在是通过这个54.95.105.75 进行解析 对吧 但是呢 咱们在这实例当中 因为呢 我没有绑定固定IP 所以说呢 每次这个服务器启动时呢 这个IP都会变化 这个呢 是非常不适合 用在生产环境中的 如果您要在生产环境中 使用简单路由IP方式 进行解析的话 该怎么做 您需要在弹性IP这个地方呢 您申请一个固定IP 因为这个IP是有收费的 所以说我在这期呢 就不给大家演示 您呢 申请一个固定IP之后 把它绑定到 您的EC2的实例上 这样的话呢 您在Loot53中 去解析 您申请的固定IP的地址 这样的话呢 就永远都不会动了 对吧 您服务器启动之后呢 您的IP呢 也是固定的 因为是收费服务 所以说呢 在这期视频中呢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 如何申请固定IP的做法了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今天呢 咱们通过Loot53 简单路由策略 非常快速的解析出了 小马的域名 您说是不是很方便呢 好 那这期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